今天我們呈現 會魯罵對手的美品玩家 M-Monster Kill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納克羅斯 納克羅斯呢是版本挺好爬的 一個打野英雄 首先呢喜歡影片請點個讚 還沒訂閱可以考慮訂閱 相信有大部分的觀眾都還沒訂閱吧 如果想要解我們更多呢 可以追蹤左下角的IG 一開始呢我們剛衝完藍 有發現敵方呢打得太激進了唷 而且呢敵方馬洛斯有露出一個破綻 可惜的是我們沒有把握好這個破綻 被馬洛斯呢剩一小滴血跑掉 不過呢有可能是運氣的問題 說不定呢多一個暴擊 他就倒下了 再講的主題呢是美品玩家 一般來說呢大家比較常遇到的應該是 都有嘴炮吧 應該很少像我們這樣遇到的 在罵對面的 應該也算是少數例子 至少呢我玩個幾十場 都不太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來關於嘴炮的問題啊 其實也是有解決方式的 一般來說呢你段位玩高一點 就比較少遇到 尤其是呢在純單排的環境 畢竟呢單排玩家如果玩久了 老江湖了 就會知道呢嘴炮沒有任何的幫助 只會呢讓你的隊友拉第四七 更快要輸而已 甚至有些隊友呢如果玻璃性一點的話 可能嘴一嘴就會去鬆頭掛機 完全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這銀咒呢竟然在我們在這個槽裡面 不過呢那應該是常規的探草 不會是開圖 看起來不像 順便問一問呢大家最近還常遇到開圖嗎 這裡呢我們藍出來 原本是要去吃藍 但是呢發現有機會 抓到 玩納克羅斯呢就是要在 與發育跟找機會之間徘徊 主要核心呢是發育 嗯優先權第一的應該是地圖劍才對 地圖劍就是龍啊凱薩啊 還有防禦塔 防禦塔呢不管什麼時候都是第一優先 而關於龍跟凱薩呢前期就吃龍 後期是凱薩 龍呢是幫助我們發育的速度 還有更高的爆發 凱薩呢幫助我們推塔 目前比數2比3 這場呢也是一個逆風局 這場我們玩的是斧頭流 新版本呢斧頭流被稍微的削弱一點點 而收魂劍呢有稍微的加強一點點 一般來說我認為納克呢不管是出斧頭或出現 都是沒問題的 先抓到敵方三人 有大招關係所以不怕控制 這邊有個小細節喔 打了好幾下都沒爆擊 所以呢都花了點時間 剛剛我們可以選擇先用二技能再開一 畢竟呢一技能有傷害 那就可以更穩定的擊殺 主要呢我是判斷他的血量應該 撐不住幾個普攻 沒想到呢就是那麼的非洲 就是不爆擊 這場我們的爆擊力呢有16泡 敖業的部分呢全是帶暴怒的唷 如果大家你覺得 你有信心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帶暴走 不過啊如果我們順風的話呢 或者有夠肥 有時候呢全能武器之後 我們會補買聖劍 而改成王者劍 這邊呢其實我們並沒有要 針對馬洛斯的意思喔 馬洛斯主要是要打得比較兇 比較激進 給他一個消耗再拉開 他想要剩大概三個 持續的消耗中 他剩一半血 這邊呢我們原本打算呢 吃完這個龍就要走了 那艾翠絲想要進攻 我發現呢他是有大招的 這裡呢我們的目的就是 把這個塔點掉 艾翠絲幫忙一個普攻呢 塔就點掉了唷 艾翠絲呢是被防禦塔打死的 並不是被馬洛斯擊殺 比較可惜了點 OK 最後呢被他剩一滴血打贏 而且呢他還直接開噴 這麼兇的對手 大家也沒有很常遇到 目前他的比數是300 老實說呢被噴完之後 我們是沒有任何情緒上的反應的 你看呢儘管是逆風局 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在凱瑞 看接下來表現就知道 只不過啊我們的優先順序呢 會稍微的偏心一點 畢竟呢就算你再怎麼不care 有人呢在那邊 奇奇怪怪的行為 你還是會覺得不太舒服吧 萬一呢如果你覺得真的是 不舒服到你無法承受的 其實很簡單 只要點一點右上角的螢幕 打開積分板 點一點黑名單 把他黑掉之後呢 你就不會看到他的任何語言 那就 沒什麼問題了吧 而且啊如果 有多名玩家呢黑單該玩家 該玩家的後續所有發言呢 都會被禁言 這個設計呢我認為是還不錯的 剛好有個小細節呢 就是馬洛斯改版之後 如果啊他的拔刀斬被斷呢 會馬上返回冷卻時間 這點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反正是一個改強 如果是舊版的馬洛斯啊 像我剛剛已經躲過了他的拔刀斬 他就會沒有拔刀斬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欺負他 結果呢卻因為我 躲過他拔刀斬的同時 斷了他的技能 讓他技能返回冷卻 可以馬上再砍一刀 有沒有發現 許多玩家扣兵呢 馬洛斯把打斬會被斷著一點 反而是救了他 目前比數7比10 我們呢抓緊的發育 有沒有發現呢儘管經濟跟 人頭數落後 可是呢我們的塔還是特贏的 主要是納克羅斯呢 有種能力太好了 可以到處的推塔 而上一次改強呢 除了大招增加免傷之外 就是他的被動了 攻速提升還有 就是攻速提升喔 攻速提升呢 就可以加快我們的刷野速度 這邊呢有成功反野了 藍buff呢就要羅爾身上 那絕對是好事 羅爾呢是一個很需要藍的英雄 我們選擇並不是很好啊 大概剩3000左右 原本的目標呢是後面的索文 沒帶走呢就算了 也不著急喔 一切呢都在我們的 計畫之中 藍buff一定出來 前期啊我們的野斧 還沒點滿被動之前呢 野怪的最後一下 還是由我們自己拿下比較好 接著呢我們來 OK 瑪洛斯 還開個人大招 這邊他差次都能飛 瑪洛斯真的有翅膀喔 可是怎麼飛不起來 大招只能飛一次而已 各位各位有那麼大雙翅膀的玩家 對英雄來說好像不太對勁是吧 官方可能可以給瑪洛斯一些改動 比諾呢開了二技能 有附魔狀態下 可以飛起來 穿越地形 大家覺得這個idea怎麼樣 而且呢也更加合理吧 那麼大雙翅膀卻不能飛 好像不太對勁 官方呢應該讓所有有翅膀的英雄 都能夠飛起來 那克羅斯呢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很喜歡玩的英雄喔 老觀眾應該知道 我們的第一隻英雄呢 是瑟斐斯跟甲蟲 只不過瑟斐斯跟甲蟲呢 喔 發現一個殘血的機會 但這邊呢我們沒看到 這個哥德爾是怎麼發現我們的 我剛剛呢 計畫呢是想 咳咳 奇怪了 我們剛剛呢計畫呢是想要二技能之後 接普攻接大招 結果呢一衝進去就被 那個哥德爾空到 還好呢沒有放一條凱撒下來 之後呢塔還是有推掉 那還可以了 推了個中塔 馬洛斯 先不著急 追到羅維在後面 他這邊也要插之難費了 帶走 被哥德爾空到的話呢就算了 原本呢我們以為哥德爾呢 他有可能會瞄準其他地方 比如瞄準呢位移的地方 我們要等他呢噴完之後再進場 結果並沒有啊 他直接炸我 抓到銀咒 銀咒呢估計也是有備而來喔 推他 那敵方人都過來呢呢就先拉開 他是可以點掉的唷 中間也有機會 那拆了個中塔 上塔也有機會 這邊呢敵方少人 雖然呢我們也少一個 可是斯達斯應該沒什麼大礙 拿完這個藍呢趕緊過去放 順便把這兵線帶進來喔 待會可以順路推中兵 找到銀罩 一套給他 重點在於呢 傷害都要打在他身上 最後呢這波團戰打下來是 三換五 你要很賺 還有這位兵線呢 我們剛帶進來的 有發現他用處了吧 可以讓我們直接結束遊戲 索文 要復活了 不過呢我們剛已經提前帶兵線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小細節呢 卻影響了勝負 萬一我們沒帶這波兵線進來 說不定呢時間拖久一點 就有更多的變數了 那以上呢是我帶來 納克羅斯的實戰解說 還有呢對方馬洛斯 我們也不針對他唷 可能他當天過得不順帥 並不會因為他發一件事情呢 而給他判一個 終身的罪行 希望呢大家玩個遊戲 可以看開一點 開開心心的玩更重要 那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